一股神秘力量席卷全球 中共疑似做準備 德國總理仿華跌入習近平圈圖 專家警告危險 作家里亞凌加中無人 燃氣標顯示勇氣五百多立方 鄧小平的孫最新動向人猜測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19日 今年的旅行你安排好尾 台灣和日本是很多華人朋友 上一去再去的地方 那裡的風土人情 那裡的美味小吃 真是非常令人嚮往 希望之聲為觀眾朋友 提供了非常好的台灣和日本旅遊線路 不溝密、不拼團、15人精品小團 而且是高品質服務 得到團友的一支好評 所以非常好 4月25日的台灣白日七夜環島之旅 和5月21日的日本關東之旅 在最後的報名 還有更多線路 也可以為你訂製個性化方案 歡迎打電話咨詢 1-855-955-5227 也可以電郵聯繫我們 更多詳情請看描述欄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內容 英國每日電信報全球財經編輯 艾文斯 17日發文分析說 一股神秘的強大力量 正值捲全球黃金市場 這背後可能是一場重大地緣政治危機 文章說 從倫敦金銀市場 或者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常用的技術指標來看 並沒有很多投資者買入黃金 ETF黃金基金 自去年12月以來一直在萎縮 相反人們正湧入比特幣騙局 但金價已經突破了 每央市2,000美元左右的四年大軍 金價由2月中旬以來 以拋物線方式上升 並在4月11日 觸及2,431美元的歷史新工 面對這個矛盾現象 艾文斯·普利查德問道 難道有人在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做準備? 艾文斯·普利查德在文章中 引述資深黃金交易員 現任金屬日報董事長羅斯·諾曼表示 金價暴星背後不是西方機構 而是一個財力洪厚的龐大玩家 諾曼說 我以前從未見過這種買入手法 他們就按倫敦黃金基準價購買 而不是追逐價格起伏 諾曼說 無論這個玩家是誰 他們似乎不在乎成本 各國央行不會這樣做 艾文斯·普利查德說出他自己的分析 他說 我從兩個方面來解釋這個米團 一是地緣局勢 二是金融 三年來 俄羅斯中國和伊朗顯然是勾結 為彼此製造機會 中俄伊都拼命想在機回窗口關閉前 擴大自身優勢 對抗西方國家 來自這方面的威脅已經到了危險關頭 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失手了 普京在軍事上的收穫 給了伊朗底氣 第三隻鞋尚未落地 但中方知道西方已經在另外兩場危機中耗盡軍備庫存 現在對習近平來說 可能是最好的時機封倒台灣的海陸通道 從而握殺西方的先進半導體供應 再反過來用半導體做籌碼 與西方討價還價 除了地緣局勢 可能引發這波神秘的黃金星價潮外 艾文斯普里查德說 太多國家的公共債務過高 預算赤字已經突破歷史極值 到了難以為是的地步 也可能是一股神秘力量 瘋狂扣入黃金的原因 艾文斯普里查德補充說 當然金價飆升可能只不過是 基金擠壓空頭的狼群投機 如果這樣 那很快金價勢頭就會回落 但艾文斯普里查德更傾向於 北京是這一隻暗中運作的黑手 導致國際金價原因不明暴升 他說 我敢打倒 中國正在唯一場能造成嚴重的 創傷地緣局勢混亂或貨幣混亂做準備 德國總理舒爾茨的訪華之行 雖受到中方高規格接待 但中德雙方在多個議題上 仍無法達成共識 旅澳學者李元華表示 德國總理沒有堅守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 普世價值 對專制極權政權需政 等於姑息養姦 這是非常危險的 中共黨魁 指習近平16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接待了舒爾茨一行 會後兩人一同散步 德國日報報導說 德國總理這次訪華沒有什麼成果 舒爾茨的訪華之行也引來國內的批評 德國政治學者 庫洛達博士認為 舒爾茨屈從專制政權 不能帶來可持續的合作 也將損害經濟和安全等各方面利益 當舒爾茨提出 俄羅斯發動戰爭危及歐洲時 習近平沒有接話 舒爾茨表態不贊同歐盟 對中國電動車等產品實施制裁措施 習近平也狡辯說 中國生產的新能源產品 可以幫助歐洲實現氣候目標 旅居加拿大、北京前投資人 劉岩18號對希望之聲說 德國在中國經濟所謂的 改革開放這幾十年 是深度綁定了中國經濟 而德國現在所有的投資 一些汽車產業 中國如果劃一旦經濟崩潰的話 這樣中國的外匯儲備 政治價格是很難支撐 德國的這些企業 完整地撤離中國的 德國與中國打交道 它實行一個貿易優先的政策 是有先天的缺陷 尤其在俄污戰爭期間 習近平是見到了這一點 李源華指責德國目光短淺 只是見到眼前的利益 其實現在德國有點姑息養姦了 它看到的是眼前 而沒有將德國的 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 普世價值當回事 這種做法就跟 當年二戰那種 綏靖政策類似 最後一定是 令一種專制的權國家 變成迅速崛起 然後擾亂世界秩序 最後所有人都要承擔惡果 就是這樣一個套路 你還不堅持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 而只是為了中共取落的眼前利益 就放棄了應該堅守的東西 實際上非常危險 以後一定有後果的 要承擔這個後果 而且非常嚴重 會談期間 習近平發言說 人類社會面臨的風險 挑戰爭多 要解決這些問題 離不開大國合作 中德是世界第二 第三大經濟體 巨股和發展中德關係 對亞歐大陸 乃至整個世界都有重要影響 財經評論人士古春秋表示 書以辭訪話期間 雖然表態不贊同歐盟 對中國電動車實施制裁措施 但是在歐盟中 也不是德國說了算 書以辭訪話也不算數 中共四處點火引起台海、南海 以及東海的危機 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反感 菲律賓、日本都在向美國靠攏 它和印度現在也發生一些衝突 現在美國又聯合了這些人 實際上中共現在被美國 還有這些盟友包圍起來了 習近平想突圍 尤其在經濟上 美國是不可能允許 中共的所謂新質生產力 來侵蝕美國的製造業了 對中共的電動車一定會封倒 現在習近平想從歐洲打開缺口 就邀請了舒爾茨 那舒爾茨的表態正好落入了習近平的圈圖 而下個月習近平要訪問法國 也可能說服法國 大陸著名作家李雅寧 4月17日發文表示 她今年在海南度假兩個月 家中沒有人 但成都家中的燃氣標顯示 用氣五百多立方 李雅寧表示這種奇怪現象很多 消息登上了百度4月18日熱手 李雅寧在微博發文說 我1月13日至3月9日一直在海南 沒有人使用燃氣 在小區出現這種現象的不是她一家 鄰居去了美國三個月回來 發現2,000多元的燃氣收費單 還有鄰居發現今年比去年同月 升了一半的燃氣費 近來成都多位居民表示 只從去年更換了新的燃氣標之後 家中的總燃氣費用成倍增長 有民眾在網上留言說 去年9月份更換燃氣標 之後費用開始翻倍了 另一位市民留言稱 更換燃氣標一年多之後 家人口、煮飯的次數都沒有變 燃氣費從每個月五十多元人民幣 上升到每個月百多元 不僅是成都、四川省南蔥、內江、自貢等地 亦有民眾表示遇到類似情況 上星期重慶市有許多市民 抱怨更換智能燃氣標後 費用大幅增加 另外深圳網友亦反映 換智能水標後 水費比換前更高出3倍左右 對此 旅美時事評論員邵鐸 17日接受希望之聲採訪時說 公共資源一旦涉嫌壟斷 一定會有問題 他說沒有錢是辦不成事的 那麼共產黨的錢從哪裡來? 無異就是壓榨民眾 只能通過壓榨的方式 因為現在確實是 國內的經濟已經差到極限了 各個行業都在關門、都在縮減開支、都在財源 每一個行業都不可能正常向國家納稅 而行業監游會向政府官員行賄 而這種行賄當中 國家的稅收就會更低 在這種狀態下 國有企業用壟斷的方式 在民眾口袋裡拿錢 這就是不義的選擇 另外 肖鐸認為中國會一揭不振 走下波爐 在新世界貿易對中國的封鎖下 中國的經濟會越來越差 中國越差 共產黨就會想盡更多的辦法來壓榨民眾 而在這種壓榨的過程當中 他們這種互相爭奪、互相拆台 最終也會將中國搞到一塌糊塗、烏煙瘴氣 香港《星島日報》4月18日報導 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的孫鄧卓蒂 目前擔任中信財務遊行公司監視 鄧卓蒂的動向一直備受關注 中信財務系央企中信集團自公司 總部位於北京市 成立在2012年11月19日 1985年出生的鄧卓蒂 是鄧小平次子鄧執芳的兒子 在美國剛出生就被送回鄧小平身邊 2007年鄧卓蒂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 曾到美國杜克大學留學 獲得法學碩士學位 之後在美國紐約華爾街的一家律師事務所 工作過一段時間 2013年5月起 鄧卓蒂任廣西白色市蘋果園副院長 兼新安鎮黨委書記 院委副書記 2016年卸任 2017年任北京市橋排協會理事 近年來鄧家對現任中共黨魁 習近平不滿的聲音不斷傳出 2018年9月 在殘亂的七大閉幕會上 鄧小平長子鄧博芳曾發表講話 說鄧小平槍道的改革已經不可逆轉 應該持續走這條路 100年不變 2023年中共殘亂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中紀委前副書記楊曉道 接替鄧博芳任殘亂名譽主席 這次卸任 鄧博芳退出他掌控30多年的殘亂 事證評論員岳山曾暫文表示 鄧博芳這次退出殘亂 表面上看是因為年齡或健康關係 實際上是習近平不擁有危及自己權威的因素 岳山認為 習近平讓楊曉道來做殘亂名譽主席 主要就是提防鄧家 也是防止有人再利用鄧博芳 舉起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招牌 女澳法學家袁鴻冰今年1月暫文說 據中共體制內人士披露 以留宵其之子留原為核心的紅二代群體 達成政治共識 指責習近平上台10年 徹底背叛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 到退回文革時期路線 推動戰時體制 準備發動台海戰爭等 這次反習聯署的紅二代 就包括鄧博芳 好了 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